迈入高龄社会的台湾 老年人口越来越多 加上少子化冲击 让科技照护成了最新的趋势 而当大数据浪潮来袭 影响的不仅是高龄族群 就连医师也得跟着改变 医学里面这个大数据 生物科技可以检测的项目这么多 那多到其实会开始影响医师 对于疾病和健康的判断 我们就会发现说 你依照这个方式做 或导入新的科技 它确实照顾结果会变好 所以医师也必须要与时俱进去 跟进这些新的科技发展 想借由科技发展改变医疗服务 得从人才培育做起 根据教育部统计 目前国内有46个 跟老人照护相关的大学科系 培育超过8800位的照护人才 不过专家表示 现在恐怕不能只用单一专长 来应应高龄社会 例如说土木系的人才 它都要有概念是 什么是高龄化的一个社会 那它必须要跟不同领域的人 可能医疗的人 可能心理的人要合作 可以帮助我们的社会 一点一滴的更适合 高龄化居住的一个环境 台湾预计8年后 迈入超高龄社会 如何提升老人的生活品质 降低照护负担 把资源发挥到最大效益 则是当前高龄社会的考验 大约新闻 吕思萱张绿佳台北报导 好了 祝贺